近期呵护六年的儿子不是亲生的 这或许是广直一生中最耻辱的事情 作为公司的中流砥柱 他的人生可谓是顺风顺水 广直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唯一的儿子更是接受了精英教育的培养 夫妻俩正在为小多准备小学入学的事情 此时却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小多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当年负责的护士将刚出生的孩子调换 这个消息让夫妻俩很受打击 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 夫妻俩强颜欢笑 庆祝小多成功通过入学考试 看似幸福的一家人 实际上某些东西已经悄悄发生改变 广直带着孩子来到医院做亲子鉴定 妻子不安地握住她的手 他们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然而鉴定结果并没有让他们如愿 满院中秋解决不了问题 当务之急是找到他们的亲生儿子 他们很快找到了小多的亲生父母 两个不同的家庭 养育出的孩子也是天差地别 对方名叫大雄 广直从他口中得知儿子小型的情况 医生建议他们尽快把孩子交换过来 在这之前需要让孩子和亲生父母培养感情 为了不伤害孩子有小的心灵 广直暂时没有和他谈这些事情 妻子仍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同样感到挫败的还有广直 他在公司上班是郁郁寡欢 一向精明强杆的男人显得很郁闷 很快到了两家人见面的日子 大雄带着一家人匆匆出现 两个孩子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付款的时候大雄特意要了发票 这让广直脸上出现了一丝鄙夷 他默默观察着亲生儿子小型 这和他期待的样子完全不同 大雄最在意的就是医院的赔偿金 而广直却提出要先调查真相 大雄的家庭条件很一般 他也根本没有认识的律师能帮忙 广直心里对他的鄙夷又增加了 两个妈妈叹记这件事情 敢开启电影的情节真的上演了 事已这次只能接受现实 丈夫看似没有感情 实际上心里也舍不得培养了六年的儿子 他打算请律师朋友帮忙 把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争取过来 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广直拿出的案例被一一否决 最后只能提出用金钱获取大雄的同意 律师建议他不要冲动 把手要尽力放在和医院的官司上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两家人已经见了四次面了 医生建议他们可以让孩子试着留宿 大雄夫妇俩对小琴很不舍 广直却迫不及待要进入下一进程 完全忽略了妻子对小多的不舍 小多对爸爸的爱如此纯真 可是他并不知道广直即将把他送走 他傻乎乎以为这是爸爸布置的任务 只要能够让爸爸开心 他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离开 广直吐槽着大雄家的环境 还是按照约定把两个孩子交换过来 小多脸上露出不舍的神情 小琴自顾自挽着游戏机 并没有过多的情绪表达 男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 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 大雄经营着一个电器小店 不久前他找回了包错的亲生儿子 小多对新家的一切很不适应 看着一家人急了融融吃饭的样子 他只知道呆呆地愣在一边 另一边小琴则很快适应环境 广直忍不住纠正他拿筷子的方式 这次呼唤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小多在广直的严苛教育下 很难接受大雄家热闹的氛围 小琴也很反感广直的掌控行为 由于思念小多 广直的妻子对亲生儿子并不热情 他还是难以割舍对小多的感情 双方家庭都默默期待着结束这次交换 看着面前赌视的孩子 多日来的思念和心疼涌上心头 整整六年的感情又怎么能轻易抹去呢 然而现实却逼迫这个母亲放弃小多 她想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却不得不考虑到丈夫广直 小多回家后谈起了大雄家的生活 广直听到她说很喜欢大雄 脸上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住了 很快到了下一次见面的日子 两家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相比较于冷冰冰的广直 显然大雄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游戏时间结束后 大雄显然也看出广直的问题 人生苦短 他希望广直能花时间多陪陪孩子 广直文言显得有些不屑一顾 因为他担任了公司的重要工作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广直对大雄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善良的男人主动照顾年迈的岳父 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全靠大雄经营的电器小店来维持 广直立马提出将两个孩子都给他 大雄夫妻俩自然不会同意这个提议 他认为所有事都能用钱解决 可惜广直并不明白真情的可贵 因为他一直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父亲问起广直的处理方式 对于这个传统的老人来讲 血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他要求广直尽快把亲生儿子带回家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广直 父母离异不久之后父亲再婚 面对这个真心疼爱自己的女人 他始终没有从心底里接受这个继母 这是广直一直以来的心结 这个小男孩有两个爸爸 小豆做了两朵花送给广直和大雄 这让身为养父的广直心里很失落 面对这个精心养育六年的儿子 广直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大雄的妻子直接指出 其实他根本没有真正爱过孩子 所以才会如此在意血缘 小豆为了让广直开心 在钢琴表演中认真弹奏 还会真诚赞美别的孩子 广直对小豆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认为这个孩子和他越来越不像 完全没有自己身上拼搏进取的精神 妻子注意到他一直以来的表现 其实广直的所有爱都是有代价的 比如他所谓的父爱 这六年来的朝夕相处根本无足轻重 广直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小豆得知爸爸不想要他的事情 小小的脑袋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 他认为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出人意料的是 小豆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这让夫妻俩有些不忍心 妻子开始收拾小豆的东西 最终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很快分别的时刻到来了 天真的孩子们不知道面对着什么 广直和大雄坐在一起聊天 其实大雄根本没有表面上的洒脱 他嘱咐广直一定要多花时间陪伴小琴 最痛苦的人无疑是两个妈妈 因为一个意外 两家人有了这样一段纠葛 如今一切都将回归原点 广直决定要好好培养小琴 把大雄身上的不良喜气全部改掉 可是小琴根本接受不了这一切 同样痛苦的还有小多 他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 小小的身影写满了孤单 幸好新妈妈会给他一个温柔的拥抱 在广直严苛的教育下 小琴也展现出逆反的性格 他无比思念曾经的爸爸妈妈 也根本接受不了现在的新家 面对这样的情况 广直实在是无计可食 直到小琴做出又一个举动 他偷偷跑出家门回到大雄家 这让广直头疼不已 小琴根本没办法融入这个家 可是他忘记了 小多也同样思念着他们 广直感受到深深的挫歪感 或许他一直以来都错了 血缘并不能代表一切 想到这里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继母的电话 两人之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广直开始想办法做出改变 他为了和小琴培养感情 开始学习丢掉那些严肃的规则 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无比温馨 然而小琴还是思念着曾经的爸爸妈妈 广直突然想通了 他又何尝不思念小多呢 小多对他的爱如此争执 可惜他直到此刻才明白 广直决定带回小多 或许是害怕再次遭受抛弃 小多没有丝毫犹豫选择逃避 他默默跟在小多身后 迟来的倩宜在这一刻倾鲜而出 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后悔的事情 如果还有机会弥补 一定要努力抓住眼前的幸福 血缘并不能代表一切 朝夕相处陪伴在身边的人 同样值得用心去珍惜